根据海保署在全台40处珊瑚 根据海保署在全台40处珊瑚礁地监测结果 发现白化现象禁区严重 为保护白化珊瑚不应油漆行为受到破坏 海保署不仅培训出60位珊瑚特遣联盟的潜水教练 也结合全台20家潜水业者首次推出珊瑚生态永续课程 透过专业教练在潜水前中后的导览 引领潜水员落实友好珊瑚八项原则 这里面当然包括我们比较从大范围的环境的改善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比如说我们可以采用这些节能的这些电器产品 那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体的海洋素养 那我们在吃鱼的时候呢避免吃这些珊瑚礁的鱼类 用这个永续海鲜的这样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来友善我们的珊瑚礁 那到小范围的这些环境 比如说我们进入到珊瑚礁区去活动的时候 我们可以避免我们的载具去伤害到珊瑚 个人的话你在游玩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避免使用防晒乳 因为我们的防晒乳的化学成分 会对珊瑚产生不利的影响 那你可以用采用物理防晒的方式 海报署指出白化珊瑚相当脆弱 但只要不受外力破坏就能恢复 因此呼吁民众前往海边不要踩踏珊瑚礁 也避免使用防晒乳 同时减少使用珊瑚礁与种 共同维护海洋生态 我们在浮潜或者是潜水的时候 你在比较浅的海域 你可能会想要站起来 那站起来的过程当中 你就会踩踏到珊瑚 那就会破坏到珊瑚 珊瑚正在面临白化的现象 那白化并不是表示它就已经死亡 而是它现在是处于最脆弱的情况 那事实上只要环境能够有所改善 它就有在回复的机会 所以我们必须要为我们珊瑚 保留一线生机 所以在游玩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尽量避免去这些白化的区域 去游玩 那就会减少环境对它的压力 那这是最重要的 那假如说你在游玩的 你的珊瑚礁游玩的过程当中 发现到有这些白化的珊瑚 那要特别注意不要去伤害到它 除了邀请具有潜水症状的民众报名 参加永续课程 民众也能在个人脸书发布参与心得 并标注山海有约 海洋保育署或珊瑚特遣联盟字样 就能参加抽奖 基准低分采访报道